作词 李宗盛 人对神的认识有多高 人心里的神就有多大 如果你认识的神 是空洞的 是渺茫的 那你所信的神 也是空洞的渺茫的 你认识的神 只局限在你的方位里 那你的神就是一个小小的神 与真实的神自己毫无关系 所以认识神的实际作为 认识神的实际全能的那一面 认识神自己的认识身份 认识神的所有所事 认识神在万物中 掌心的作为 这对每一个对求认识神的人 都很重要 与人能否进入真理世纪 有直接关系 你认识神的实际上 你认识神的实际上 在你小小的经历里 或者在你数所爱神的恩典里 你对神的小小的见证里 那你信的神 根本就不是真实的神自己 不是真实的神自己 也可以说你信的神 是想象的神 不是真实的神 不是真实的神 因为真实的神是住在万有的 是住在万有的 是在万有中行走的 在万有中管理的那一位 是掌握全人类 掌握全人类命运的 也是掌握万有命运的那一位 这一位神 他的作供 他的作为 不仅仅影距现在 一小不分人身上 就是说不仅仅距现在 现在跟随他的人身上 而他的作为是在万物中 万物的生存中 万物的变化规律中 不仅仅至少 但并不相众 用waAS modelling Zither Harp